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在国内我最喜欢的博物馆 曾经每年要去20次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是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 这里收藏着130多万件我们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这里记载着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的足迹 展示着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的光辉成就 是中华儿女传承历史开拓未来的精神家园 这是一座美丽辉红的建筑,我非常喜欢 到目前为止,国博是我参观过的博物馆里最漂亮的一个国家博物馆的展览 第一个是以历史为线索的两个基本陈列 古代中国和复兴之路,讲述了从人类起源一直到今天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 第二类是依托馆藏,按照门类设计的艺术类的展览 比如说青铜器艺术,佛造像艺术,钱币艺术,古代书法绘画等等十几个不同门类的专题艺术的陈列 另外,国博每年还会从文博单位,国际上大的博物馆,一些私人的收藏和艺术家 通过联合举办的方式引进若干的临时性的专题性的展览 平均每年都在30个到40个一个国家的博物馆能从一个方面证明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 美国有大都会,英国有大英博物馆,法国有卢浮宫,德国有柏林博物馆,俄罗斯有东宫 以往这些大国才有真正分量的现代化的博物馆 现在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而国博在整体规模上也可以与这些大馆平起平坐了 无论是建筑面积还是藏品,展览质量,观众数量,影响力都可与之比肩,甚至会逐步有所超越 曾有言论说,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馆 因为它的展品都是本国悠久历史的文化典藏 而其他的大馆很多是劫掠的成果 48个展厅,几乎每个展厅都经过人们精心的布置 每个展厅里面都有着很多的藏品 这花费的时间精力也不是一点点 当然在国博半展的展费也是很浩大 比如一个展厅一个月展期,所交展费就得大几十万 每天去国博的人都很多,尤其是节假日或者是寒暑假 如果人们不能提前预约,又或者不能早去一会儿 那么就会排很长时间的队 通常人流量大的时候排40分钟是正常的时间 现在国博的北门也开放预约进入 现在去国博没有以前的三层检查 那么麻烦了,那么复杂了 但是每天现流三万 去得晚的话,还是有进不去的可能 去国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带身份证 其次不要带火机,不要带自拍杆 本人就被国博收走过好几个品质优良的火机 总是到了国博门口才想起来 这儿不能带火机 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叫厚木五顶 其实它原来叫丝木五顶 只不过到了国博里面它改名字了 曾经一度放在了三层的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上 个人观点来看,还是觉得丝木五顶这个名字更伟大些 从字意来看,丝木五顶是祭祀母亲所住的顶 后木五顶学者们说,丝应该是后 表明墓主生前乃伤亡之后 再来说说故宫和国博的区别 故宫本身就是文物 可是展出的文物数量却少之又少 只有五英殿的书画,瓷器馆,钟表馆等一些地方而已 很多著名的文物只有在特展时才能看到 所以去故宫一般就是去看宫殿 看一次就好了 而去郭博就是看展览 每年各种各样的大展,接近百个 尤其是大量的书画艺术展览 是我尤为钟情的 在吕张生馆长在位时 提倡历史与艺术并重的办馆特点 他本身自己也是著名的书法家 所以每年会有好多的书画展 换馆长之后,书画展数量立即减少了许多 可是据我观察,刘万民、吕昕郭博副馆长之后 郭博的书画展又重新丰富起来 这大概是因为刘馆长本身也是非常优秀的画家吧 每一个走进郭博的中国人都能在这里找到民族的尊严 只有每个国民都建立文化自信 我们国家才能真正实现大国的崛起 郭博举办的艺术展览不同于一般的美术馆 所谓的历史与艺术并重就是在艺术展中更强化展览所特有的历史感 与郭博正在展出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物遥相呼应 成为一种具有内涵的有意味的比照 在数量广大的艺术展中 艺术家们也可以借助郭博的古代历史文物 表达他们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联 中中明确他们在当代艺术中 祈求的发展方向与目标 历史与艺术并重加深了历史与艺术的融合 以互为应发相得益彰的内在关联 使历史类的展览加强了艺术的表达 使艺术类的展览添加了历史的厚重 从整体上看 因为这一并重的特点增强了国家博物馆的艺术素质 使博物馆流淌着艺术的雪末 这就造就了郭博新的形象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时间